我们已经讲完了11开头的科学时代论 我们今天要来讲12开头的宗教时代论 这里拼错了 GIOUS 它的场域是1 但是我们要详细说一下 这个充满秩序的世界在宗教里面 它被叫做特别是在西方 它被叫做cosmos 就不叫universe了 在科学里面一般叫universe 在宗教里面一般叫cosmos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什么 他还研究cosmology 也就是宇宙论 就是研究这么一个统一的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是怎么样的 cosmos 其实它翻译也是宇宙的意思 但是它更侧重的是 它是由一个至高的秩序所主宰的 它是有一种主宰的关系 这种至高的秩序主宰这个宇宙 然后我们知道至高的秩序实际上就是神了 就是神或者神的道 或者某种道 然后在本体上面 它认为本体是冲突的 因为宇宙和它的主宰之间 它是冲突对立的 那么这种对立表现为存在 与存在者之间对立 我们翻译成英文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前面的存在叫做the being 大写的 这个大写代表它是最牛逼最高的 对上什么 对上那些云云众生 小写的小写的小弟弟 小写的beings 这个大写的beings 其实就是神 或者你可以说道 小写的beings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了 人什么乱七八糟的 所以也可以看成是 这种对立 其实有好几个版本 还有什么实体 或者说第一实体 他们会说第一实体 和各种派生性的实体 派生性的实体之间对立 那么我们更牛逼的一种说法就是太一 太一和杂多之间的对立 这个太一的话也是要大写的 the one 大写它最牛逼的 和杂多之间对立vs 杂多的话 many the many many 加个字 the many 他是形容词嘛 这个是名词化 太一和杂多之间的对立 其实就是最屌然的主宰和众生 你们小弟弟啊 小孩儿 他生的子子村村之间的对立 这个就是宗教实在论 这个太一的太都被遮住了 不好意思 我写到右边 太一 太一和杂多之间的对立 所有的宗教实在论 它它在本体层面肯定是分裂的 必然分裂的 它代表了就是秩序一元论 或者之前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呢 它没有这种分裂 科学主义 没有这种分裂 科学主义 不仅仅能量和物质是同一种东西 而且物理规律和物理实体就相等的 秩序等于实体 我们比如说在某一个时空当中的那些 量子量子定律啊 量子定律 量子色动力学 乱七八糟的 什么相对论的一些效应 这些效应 这些定律 实际上就等于那个场域当中的光量子 那些场域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粒子 你理解吗 就是这些粒子和它的秩序是同一种东西 这些秩序在时空当中表达了它自己 就变成这些实体 这是科学的情况 秩序等于实体 这个物理规律 它在这个里面实现了它自己 使得它自己变得有效了 那么这些东西实体它就产生了 各式各样的物理现象就产生了 所以在科学那里不存在秩序和实体之间的对立 那么在宗教里面就存在这种对立啊 就是这个主宰这个神啊 这个第一存在第一实体和小弟们是对立起来的 对立起来的啊 这个这种意识形态它表明了它是肯定是出现在现代之前的啊 肯定是出现在那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 还比较尖锐的那个年代的 它在这个世界观上的一个反应啊 一个反应 大家去想象这个世界就就认为这个世界本身 他也他也遭受了这样的磨难啊 不仅仅我是分裂的 不仅仅我和我爹是是一个主奴的关系 然后我跟我老婆是个主奴的关系 我跟我儿子是一个主奴的关系 而且这个世界本身它也处在一个主奴的关系 所以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当中呢 是分裂的 那么这种思想它的思想上的来源呢 我想说的是就是柏拉图 柏拉图当然是被后来的神学家误解的 被基督教神学家给误解的的柏拉图 他理解的世界就是分为一个理念世界 一个是现象世界啊 那个理念世界就像个主奴像个神一样的啊 当然柏拉图的理念和现象的那种对立和真正意义上 宗教实在论的对立是有差别的 但是那些后来的人基本上把这个差别给遗忘掉了 柏拉图那里理念相当于工匠的图纸啊 相当于我们这个啊 ACD啊 啊 ACD是什么这种图啊 CAD图 不好意思说错了 啊 记不得我不是专门搞这个 CAD图就是精确的蓝图 那就是理念世界 然后这些精确蓝图 它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造的 尽善尽美啊 所以那些有瑕疵的造出来的那些成品 就组成了现象世界 现象世界是有瑕疵的 然后理念世界是完美的 仅此而已 但是到了宗教实在论里面 它把柏拉图主义给它曲解 变成新柏拉图主义 特别是当时基督教希腊化时期 就希腊文化对罗马 对还有那些穷地方 那些游牧民族活动的那些地方 进行传播的时候 就不可避免呢 变庸俗化被曲解 然后就变成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就变成主奴二分的啊 主宰和被主宰的那些东西之间 处在一个对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就被曲解成一个神的世界啊 一个第一实体 最屌的 不仅仅是最完美的 而且它决定的啊 对 而且它在每一个层面都决定了 甚至是派生出那些有瑕疵的东西 它本来只是一个图纸 它还不能直接生成出 它必须通过物质的力量 才能生成出现实了 那么现在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 后来的那些歪曲者口中 就变成这个理念是直接可以产生出这些东西 它不是图纸了 它变成一种圆形 就是更具有生产力的那种东西了 这种差别我们以后会再仔细讨论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对应宗教实在论的那个文化形象就是教师 教育活动啊 教育活动 所有的教育活动实际上都是这种 呃知识的传导者和知识接受者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一种呃存在和存在者 第一实体和派生性实体 太医和杂斗的关系 一个老师对一群学生啊 这种关系 这一个老师手上的知识具有绝对的权威 下面一群学生没办法质疑他 而一群学生他脑子里面的知识就完全是由这个 太医教师脑子里面知识所衍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派生性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的现代教育如果不能够走出这种呃 这种对抗啊 一和多的这种对抗的话 那这种现代教育实际上还是处在前现代的 实际上你培养出来的呃 人还是处在一种主奴关系当中 你在知识层面还处在一种主奴关系当中 所以教育的话 教育革新的话 一定要使得教师的绝对权威被瓦解掉啊 换之一种更为常态的一种朋友之间那种问题探讨的模式 这是我心里中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一个教育啊 那么宗教实在论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后这个月吧 下个月有空把这个一二开头的所有的理论讲一遍 也是有很多的啊 大家做好准备